我们准备一些新鲜的山沙 我们用一个勺子瓣 把山沙的底部 就是这个花的地方 给它取出来 丢弃即可 这个山沙瓣不要丢 一会儿我们有用 山沙全部处理干净以后 我们加入清水 给它淘洗干净 淘洗好以后 给它捞出来 放到一个盆子中 挤干净的山沙 倒入到锅里面 再加入清水 开火 把山沙在锅里面 给它煮一下 水开以后 把山沙在锅里面煮三分钟就可以了 因为山沙呢 非常的容易熟 加煮好以后 用漏勺给它捞出来 倒入到盆子中 煮过山沙的水 不要给它丢 我们一会儿还能用到 把山沙的糊我们去掉 它掰开 然后我们有一个山沙味 轻轻一拉 整个山沙糊就掉下来了 处理好的山沙 我们放入到破皮机里面 然后再加入些 我们刚才煮山沙的水 蹬一下搅拌键 把山沙打成山沙泥 搅拌好的山沙泥 倒入到不沾锅里面 这时一定要倒入到不沾锅 倒入铁锅里面会有铁锈味 同时这个山沙糕出来以后会特别的黑 然后里面加入白糖 这里边一定是棉白糖 千万不要用白砂糖和冰糖 否则就不会变成山沙糕 它们的比例是2比1 我这是2斤山沙加1斤的白糖 然后我们用铲子不停的搅动 把山沙泥里面的水分全部要给它熬干 全程中火 不要大火 否则会糊 在这里还是要用不沾锅 千万不要用铁锅 否则又铁锡味 而且做出来的山沙糕会特别的发黑 还有有的人呢往里面加柠檬 加柠檬的作用呢 其实就是起到一个快速蒸发作用 但是呢山沙我们才多少钱一斤呢 山沙我们这里两块钱一斤 一个柠檬五六块呢 太贵了 咱们呢用这个勺子不停的给它搅动 就能快速的让水蒸气蒸发 大约呢熬制的时间就是8分钟左右 咱们熬制到这种有拉丝的感觉就可以了 咱们再准备一个盒子 底部都给它刷上层油 这样呢容易脱膜 最后我们倒到盒子中 最后我们用勺子给它抹平 再给它盖上盖子 放到冰箱的冷藏室里面 冷藏两个小时 冷藏好以后我们给它打开盖子 把我们的山楂糕倒出来 在切这个山楂糕的时候 刀上面给它沾些水 这样呢不容易沾 把我们切好的山楂糕放到盘子中 这样我们好吃又美味的山楂糕就做好了 咱们在家做的山楂糕呢 没有任何的天压剂 而且做法非常的简单 如果你也喜欢吃山楂糕 就试试我这个方法吧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